那我好大哥 我觉得我们供逢其盛 历史一定会记录下2020年了 这2020年全世界跟台湾 都发生了许多重大的历史转折点 而且这个转折点 它确实是每天拥有各式各样的变化 而且还在进行当中 首先是在台湾有很多人唱衰台湾 然后呢 这个中国崛起就说台湾完蛋 然后美国跟中国打贸易战 就说台湾完蛋 然后川普要选举 那选举有争议 就说台湾完蛋 任何事情 结论就是台湾完蛋 那帮成天说台湾完蛋的人 其实每天都在台湾的电视节目 享受他长期的发言权 而且呢 他每天吃台湾 住台湾 用台湾 顺便用台湾的健保 看台湾的医生 但是如果没有买到这一轮 台湾的强势股 可能就没有赚到钱 所以谢社长 今天在联书说万事如意 万事讲的是 台股大盘终于占到历史新高点 一万四千点 他说万事如意 但是看虽台湾是赚不到钱的 台湾有一军 有二军 有三军 有代工 有封测 有设计 有通路 所以台湾有完整的产业链 所以台股在冲一万三的时候 是台积电大象跳舞 台股这两天冲一万四 是连电跳舞 连电跳涨停 那当然连电今天的大贵人是川普 川普杀了中心之后 台湾的二军三军赚不完 对 这个当然台湾半导体产业链是比较完整 中间唯一缺的是DRAM这一块 但其他的话在全世界都处于领先 那么现在这个大家越来越看到这个无论是五级也好 还是大数据 还是大数据 还是人工 人工 AI人工 这个智力 无人机 战机都要半导体 这个各个这个所谓的资新科技的长远发展 半导体是核心 那半导体的核心它它是有全球意义的 不只是台湾跟中国的关系或者台湾跟美国的关系 它是在全球的这个新一轮的科技的发展中间所取到的核心作用 那么台湾占领了一个非常特殊的领先的这个位置 那么这方面不仅仅是体现在产值 刚才我们说三兆台币 这相当于台湾GDP的15%以上 这个对台湾经济的影响非常之大 台湾大概产值 这个是能够破造的产值不多了 破造的这样的产业链不多了 这个半导体是三兆台币这样的一个状况 那么但是它更重要的是说 它在全球都有领先 而且是几乎是有点独一无二的状况 我专访黄崇仁董事长的时候 他说美国人要来包产能 包这个基本的晶圆厂 中国客户一样 中国客户指的不是华为 是小米跟OPPO 你一样要用到半导体 然后杀了中心 中心不能供货之后 你只好来台湾包 而且现在是强产能包产能 没有长期能力的是包不下产能 那你就没货 你没货你就交不了货 是这样是这样 因为这个是所有的下游 无论是手机还是Server 还是各种的IC产品都需要晶片 没有晶片 你中国的飞机天天来台湾 也不能飞 电动车也不能开 对他们在每天来台湾 骚扰的那些飞机里面 用了多少台湾生产的晶片 所以我觉得我们要打中国的这些飞机 也不用导弹 晶片给它停止供应也就够了 所以这个问题实际上是 不光是这个一个全球产业链的问题 也牵涉到台湾国家安全的问题 也牵涉到台湾在世界的定位的问题 那历史上过去70年以来 台湾安全最安全的时候 就是中美关系最紧张的时候 中美关系越紧张台湾越安全 中美关系越紧张台湾越繁荣 这个过去历史70年 大家如果读一下这个历史的话 这是毫无疑问的问题 所以这句话我跟你录影了两三年 你讲了N百遍 我都可以在我的YouTube平台上看到 观众朋友自己去看汪浩的重播的影片 但是从结果论来讲真的是这样 是这样啊 真的是这样 台湾的二军厂三军厂都要感谢川普 就他们今天之所以发大财 很大的原因是川普杀中国杀中心 是这样 而且你看这个台湾 最近这个中国不是对于澳大利亚 进行很多惩罚性关税吗 可是他不敢对台湾的这些高科技 进行惩罚性关税啊 因为他一惩罚这个就没有替代产品了 他没有替代产品 他的飞机就飞不起来啊 问题本质就在这里嘛 你有一个特别强的地方 抓住了别人的软肋啊 那问题是台湾能不能创造其他产业也能这么强啊 我觉得大家现在看到这个特别是疫情以后这个医疗产业能不能突破也成为一个造一啊 台币一兆以上的产业链啊那当然绿能能不能突破成为一兆以上的产业链啊还有其他的高科技产业我觉得这方面政府确实过去 几年也是有这方面的布局啦 但是应该可以加大更大的投资 那这一段时间台商回流也很明显 这个各地大家都在抢人抢地抢工 这个也确实是台湾整体经济的一个蓬勃发展的反应 好我们稍后回来 着手